好了,來到第四集 終於開始問何伯、何太介紹附近的人 相信越來越料會爆得多 如果中間的新聞繼續播放的話 一樣,如果你是喜歡我繼續說這些香港這麼熱爆的議題的話 不妨是多點讚好comment 我看到各方面的數字有提升的時候 未來可能我除了講泰國的地道生活之外 還有分享我在泰國的生活 都會久不久拍攝這些影片 我看到影片在哪個位置有點奇怪 還有我覺得有甚麼意思我都會跟大家說 想繼續聽下去的話 想聽我的分析的話就不要走開了 這裡就剛剛講到,問報紙檔 原來可伯以前在街市道 經常請人來吃飯、喝東西 很熱誠地反過來說,其實都是真的 他到了一個年紀,學大又沒甚麼勢藝 請人吃飯用得多少錢 你不要餐餐請人吃狗大鬼 其實都請得起的 問題是甚麼呢?做不做好心的人 我不可以說好心 只是說一個坎坷的人 遇上了一個小眼的女人的話 就有機會被人盯上 望上,可能整件事 就因為這樣的緣由 大家想一想 因為你太過招揚了 所以經常都說,為甚麼才不去弄眼呢? 就是這樣 你可能遇上一些不應該遇上的人 我們繼續聽下去吧 看看,都是那一句的 事件沒有判誰輸 沒有判誰是好壞的 但是透過影片來說 這個位置我看到甚麼 聯想甚麼 就分享給大家看吧 可能去到之後 有時候東張西網再說 唯一一個大反轉 那我就再跟大家說 其實我一直錯了何太 是不是? 好了,我們繼續 那聽一聽 報紙檔又怎樣說 何太和可伯他們的 邂逅 以及平時的事 好不可以再等我 去跟大家說說 我看到甚麼 那這裡又說到 平時可伯來很喜歡吹水 吹6-8個小時 就這樣站在報紙檔門口聊 一來你這樣 就讓人知道你很多時間 二來就知道空虛寂寞凍 三來你其實到了這個年紀 你又這樣爬街的時候 知道其實是有機會可以進的 是不是? 那我們繼續聽下去了 現在可以終於說一下 何太之前擺檔15天 擺甚麼檔呢? 擺些山珍海味 可能不像檔 但是擺正可伯對面 那就繼續聽下去了 究竟是怎樣發展 這個位置又聽到了 第一天來 大家就跟可伯說 要小心這個女人 其實這裡有個疑問給大家 為甚麼這個女人有問題 要跟可伯說呢? 是不是可伯平時有甚麼舉動 令到別人擔心他 例如可能見到美女會聊一下 這個人之常情來的 Johnny見到美女都會聊的 但問題就是 你要有一個原因 別人才會提醒你的 這個可以給各位觀眾 去想一想 為甚麼要提醒可伯 不提醒報紙檔 意思就是 凡是要提醒你的 你是做了些事 令人擔心別人才會這樣做 例如Johnny說 我去扣女 見到美女就聊了 他提醒你 Johnny你不要經常這樣 你有女朋友 就是這樣的意思 假設我現在有女朋友 當然就不會去聊一下女生 這裡聽到很爆 他就跟別人說 離婚五年 今天我已經擔心男人 還要跟阿伯說 是不是 你繼續聽下去 其實這些招數 不說他們有沒有門派 不說有沒有甚麼教路 其實騙人的手法層出不同 首先知道你有沒有錢 知道你又有腦 喂 你有腦又有錢 你隨時拜拜 現在不騙著你 騙著誰 現在瘦少少皮肉之苦 被你擔心 被你擔心 你轉頭 L了 那些錢是我的 所以我就說 這些招數 其實香港經常都有人中 我身邊都有不少 大年級的女性 大年級的男性 都中過這些招數 都是那句的 如果想知道的話 未來就說 但問題是說 空虛寂寞動 很多老的女人有錢 老公死了 或者老公去滾 或者老公有錢 老婆死了 一隻手寡大 對著一些很善情的攻勢 就覺得天作之俠 上天安排 所以就中了這些情緣 這些陷阱 好不好 我們就說了 真的 你如果真的有心聽到第四集 你又是大年級的觀眾 不妨想想 你身邊突然彈出來的那個人 會不會就是這樣 這裡也好死的 報紙檔那個女人 應該是報紙檔那個女人 背著鏡頭那個 她就說 何太第一天就問她 跟阿可伯甚麼關係 其實這些呢 是聰明的 收封 了解阿伯 究竟是否單身 了解阿伯 有沒有記錄著誰 然後再去溝通 是不是 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都可以讓大家提防 例如我身邊那些 我多說一些 我身邊那些人 在賭場 賭檔 賭錢 會有這些男人或女人出現 去判斷 即是女人會有男人出現 男人又有女人出現 所以 為何我說我大概猜到 以及清楚 來龍去脈 我不能夠足夠打一船人 但就說這些招數 其實在未有東張西網播出這些時候 我說我小時候現在二十多 不說二十多 在六七年前都其實有的 所以聽到這裏你未走 你又是大年紀的觀眾 就有福了 沒錯 告訴你 讓你可以反思思考一下 身邊有沒有這些人出現 說到他又說原來 何太之前有跟其他人加微信 其實這個就很簡單 他們因為大陸人來 只知道用微信 微信又是很搞笑的 你的相片要設定時間 才可以過了一段時間 人家看不到 通常大年紀的人就不會設定 他加了你的微信 如果你有用 他會見到你多的東西 顧名思義 就將你由剛剛有微信那一刻 去看完照片去調查背景 即是 即是可能 哎呦我都叫色激動 可能就是在這個微信上 看看你有甚麼照片去過哪裏 而評論你是否一個有錢人 或者你貪不貪色 色字頭上是否有一把刀 可以含著你 這樣去瞭解你 通常那些人手段就是這樣 所以大年紀又加你微信 加人微信又可能給你一個祖安 你吃了飯未 然後又煲湯給你 又叫一下你阿哥 又成這樣 又給你 叫一下油水給你 然後又掌握一下小手 這些就要想一下 是不是 即是那句現在是 講一下我生命的經歷 現在已經跳脫了 講何體和何山的事 我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是無奇不有的 就自己去想清楚 有時你七張東西 六張東西 五張東西 有個小那麼多人出來的 他不是看你死的 其實都是 沒有那麼大隻腳 垃圾 那我不排除有些人 重口未忠意這麼大天氣的人 這裏講了一個很好的時間線 第一天就講自己擔心想找男人 自己有個18歲的兒子 第三天煲湯給人喝 其實有計謀的 是不是 這些你知道的 他知道大年紀的人有甚麼適合 沒有老婆 沒有老婆的男人缺老火湯 老火湯我不是說他下 純粹他喝出那個溫暖感 你明白嗎 那種許宇航溫暖 喝的時候又坐在旁邊等你喝完 喝完之後又拿你的碗收 在你面前抹乾淨 然後有些湯炸問你要不要湯炸 瘦肉要肥要收 這些東西 他給的位置增加相處時間 增加你覺得他是一個很古惑的好女人 或者是一個很會煮飯 很會照顧家裡的男人 令到你的隔心放核 然後再探望你 探望你有多少錢 探望你 你究竟是不是單身 探望你 你家裡有沒有樓 你大陸有沒有樓 聽不少 現在都是說這些東西 跳脫了不單止說何生何太 可白何太 可白何太 現在是說這個世界 並沒有那麼多童話故事 Johnny是相信 再說到除了煲湯之外 日子花旗心水、果皮水 都焗給他喝 都是那句的 保持聯繫 我們年輕一點的 保持信息、訊息 大小年紀 要見面怎樣 保持煲食物 真的喝下肚子 可能天氣冷喝熱的 天氣熱的喝些鋼鼠 看到你口臭 給一些解口臭的東西 為何一個人那麼認識我 那麼為我著想 給這些下想 這些是很基本的 就是追女公勢、追仔公勢 來到這裏就知道 事情不簡單 現在去到四分鐘 其實已經出事了 說到是甚麼呢 看背紙檔那個是晚上的 跟何伯說 何伯說說 現在已經是去到 又煲湯、又買花旗心水 果皮水給他喝、煮給他喝的時候 已經是去到 又到了賣飯盒 胡想賣飯盒 然後到何伯收工 特地等他一起回去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坦白說 其實已經有了東西了 有了東西的意思是 可能是 久不久一起 收工的時候 休息一下 聊些肉麻 聊些情情 添添添添的東西 很簡單 等於你讀書 等放學 收工 其實就是這樣的形式 其實已經是故事的發展走勢 為何會出到東張西網 大家看到 好像這麼恩愛 何伯 又拿大腿 又很肉緊 然後何伯又捏下手 插下手 那些 其實 冥冥中注定了故事 就要發展成這樣 我們繼續聽下去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去補償 以及講一下 大家可以怎樣提防 透過這件事件 不是說何伯何太 是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人出現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想 整件事現在看到 好像那些 警訊教大家預防詐騙 我覺得自己真的 因為我 很直的 說話很直的 都是那句 可能播放之後 何伯和何伯 原來他們是真愛的 我要馬上再說 但如果以這個事件看 再放在其他人身上 未必個個都好像何伯和何伯 這麼童話 又是何伯的事件發生在你身上 可能未必這麼幸運 童不童話 這個是又後話 總之就是透過何伯這件事件 大家又可以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 懂得如何提防一下 好嗎 不要成為一個被人煲湯 然後騙了身家的人 到這個位置 其實報紙檔那個人 都一直有提可白 原來說這個人是欺騙你的 可白那時候已經開口說 他不是這些人 可能來到現在 進步了 升華了 覺得他的穩情 情感穩定了 緊固了 簡直是說他是老實人 所以你看到 這裏一步一步是令到情情 中了進去可白的心裏 所以又不可以說悲哀 大家選擇的 但問題就是看到這麼短時間 令到可白手掛了九年 然後按上去 何太 我相信一定是除了影片說的外 何太更加做得更多的事情 這裏都是一樣的 讓大家想想 如果這件事套在你身上 你又是不是好像可白這樣看 或者是好像我這樣看 或者是其實我們兩個都看錯 是有再另外一個結局去發展 其實都聽到 通常被人欺騙的人很懸崖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聽到 背著鏡頭的兩個人 其中一個女人 就說這個人來了幾天 接著又跟可白發生了一些超友誼的來往 接著之後 就到可白周圍說 這個女人 這個何太 未來何太 想做我老婆 她懸崖 說出去 更加中了這些人的下懷 其實 大家知道我mark了這個人 現在聽見事就是這樣 一來就是一個人 很有錢 有時間 沒有人陪 去到一定的時間 又覺得出現了一個天損之人 去陪她過世 再加上女方很主動 又虛寒問亂 整件事就形成了現在 為什麼會有第一集 東章西網的求助 是不是求助的影片 就這樣來 所以也是那句就是 這裡 去到這個位 我暫時這集很多位 不是說可白何太 是說如果這件事去了你身上 你要想清楚 就是不是一個騙局 好嗎 終於回到主持人 和可白聊天 就說你身邊的人沒有跟你說 這個女人是來欺騙你的錢的 可白馬上說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人說他欺騙錢 就是說他那些是謎湯 都是那句 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你愛她 就義無反顧維護她是對的 所以可白就在做這件事 然後何太 一樣都是有氣的 搭一下手 掃一下背 拍一下背 安撫一下她 不要激動 勞氣 就是這樣 好嗎?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還有一個位置 都是懶Q 懶溫 懶自己是弱勢 但又看得開 何太怎樣呢 剛才說到就是謎湯 可白就很激動 何太知道別人不是在問她 她說一句話 又說完 又未說完 說不說 又笑 用這個情緒 去表達自己其實是 你們怪罪了我 我是一個很好的人 她是想透過這樣的動作 去做這樣的事出來 令到大家覺得她是這樣 一個很好的人 但我自己覺得 有些假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這個東章西網厲害 看到東章西網說 原來找到何可白老婆 同鄉透露 他們整班節目 專門問街市獵物 看看有沒有大老 但今年的男人 還加微信 然後煲湯 六位哥 喝完又發生肝 是偷拍提款 慢慢吊大魚 最重要是老婆死了 這些就 不知道真是假 但我覺得其實 就算有沒有群組都好 我身邊那些被人欺錢的 老男人老女人 全部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裏 都是那句 看到這裏 你又未走 你又肯聽我說的 大年紀小觀眾 不妨想想想 突然你身邊出現的 中國女人 或者突然你身邊出現的 香港老男人 是不是都是這麼古怪 好嗎 想想想想 沒有甚麼惡意的 想想 這裏又不是全可霸的 可霸說到自己 因為湯的狀元藥 就說自己 說自己比年輕人還要 他很認真地說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甚麼 如果吃了偉哥還是怎樣 我不是拍攝他的湯的偉哥 但問題是 他這個年紀 通常很喜歡吹嘴 很喜歡吹嘴 真的要面子 是不是 我身邊有些 兩年紀的男性 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 大家見慣不怪 就不用當真 也不能夠聽這個說話 就覺得湯裡面有偉哥 但我純粹覺得 有些人是很有面子的 所以他就這樣說 我就讓大家知道 他這個說話背後的邏輯是怎樣 好嗎 我們繼續看下去 看看有沒有些甚麼 是我想補充讓大家知道 以及讓大家想想 我說過這個情況 是你有沒有遇過 來到這個位置 又很尷尬 為什麼呢 主持就問何太 你有沒有跟別人說 找些單身的男人 介紹給你 何太 可能有點害羞 以及不想提這件事 立刻很小聲 沒有印象 何太衝出來了 就閘住了整個話題 原本這個話題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何太直接說 我講我講我講 害怕死了 不知我講我講 其實整件事就很古怪 如果你正到你有做過 你不怕被人知道 因為你現在真的找了一個 大年紀的單身男人 但是何太就不想提了 何太說我講我講 整件事就搞轉了 好嗎 又聽一下何太怎麼講 然後再看看何太 將他的故事轉式 成為另一個故事 我覺得整件事很古怪 你敢做敢認 你敢做不怕 因為現在是真的 但你又說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他有一點想隱藏一些事 我覺得是不是 隱藏他以前的手法 怎樣找到何太之前的手法 我自己覺得 我們就聽下去 看看有沒有什麼蛛絲麻跡 這裏都看到何太太 真是聰明 他真是聰明 他又說什麼做 做妓女也可以 老婆也可以 然後何太就說 不要留自己用 這裏我聽到 男人 是的 留自己用 是不是 留自己用 年輕三十幾歲 這裏就讚讚何太 這樣說 對 何太當然 又好像一拍即合一樣 喜歡一些單身的男人 然後又問 剛剛問正何太 這個過程好像很快 但我相信中間 大家都有些觀察 但是 有些又不會說得那麼仔細 在訪問上 我就覺得 喂 何太其實都敢言 因為主要的問題 何太覺得現在整件事是對的 但何太整件事 有些事情不想說 有些事情想說 有些感覺是否加醋 但是有些要表達的情感 又沒有表達 但是總之 其實為為去去 大家想不想到 一個圖全部都是圍繞著那些錢 繼承權 是不是 那我們繼續聽下去 說到 什麼戀愛佬 何先生就馬上說 前妻走了九年 從來沒有找女人的問題 不是這件事 問題其實就是 我自己 現在聽到這裏 有些同情他 如果真的 剛才我推論正確的話 其實就是 何太主動 因為可白也說 自己也不敢怎麼主動 問題是 你那九年 有沒有找其他女人 又另計 我覺得就是 來到這個時刻 是因為 一隻手拍不響 兩隻手拍得響 所以才有發到你們兩個在一起 是不是 回應那個戀愛佬 我自己覺得就是 但是有時候 那些人 寂寞了 寂寞了 然後又想找個本 就有機會 給一些不太好心的人 插進來 提防 提防 都是那句 因為我身邊 不說得太仔細了 因為這集不是說那些東西 所以我身邊 就見到 都是那句 大年紀的女人 被中國 男人欺騙 或者被香港 的男人欺騙 香港大年紀的男人 被大陸 年輕的女人欺騙 這些故事 經常都上演 所以大家 不妨想想 小心點 想想想自己身邊的人 會不會有這些人出現 還有這裡 又要提一提 可白說到 等了九年 緣份到了 終於到了 才喜歡他 但是何看 其實一直都是 其實說到這些位置 這麼感動 你想想 你的先生等了九年 喜歡在後你 那你就是 都沒有什麼表情 雙眼都是 即是烏眉黑碎 望下 即是沒有那些 真大雙眼 一聽到等了九年 即是那些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都是那句令我覺得 其實你是不是喜歡他 或者你喜歡到他多深 為什麼沒有這些反應呢 是不是 這裡說得很關鍵 有他照顧 就很開心 可白就說 然後我們結婚 即是合法夫婦 我過身的錢 留給他是對的 其實整件故事 來到這裡 我覺得何怕就是 最想聽到這句話 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推論 大家網上的人都覺得 那個發展是真的 這個結局 就是何太最想見到的結局 但當然 可能我們有機會看錯 看看未來 會不會東東西網 再播更多一些影片 令到我們覺得 我們全部香港人 九成啦七成啦 都怪錯了何太 其實這裡都幾慘 為什麼呢 可白說 自己主動追去 又不夠意思 但最好他有意思 我也一早看上了他 意思就是說 其實自己 都知道自己是大年紀 但又不夠膽開口 因為始終人家年輕 你三十多歲 你不要說可白 反過來我看這個女生 我帶別人十年 我也不夠膽去追求別人 但小過我十年 那個主動過來 我就覺得 原來有機會 整件事是這樣想 大家想不想到 所以就是 就看看 看看會不會之後 有什麼發展 因為已經去到尾聲 尾聲就是 說到下一集 主持人問他 何太的兒子 何太就直接說 可白呢? 花蟲 再說 何太叫他兒子 不要說這些 我相信 都會有下一集的 今集第四集的影片 就繼續一如既往 講講我看的影片 有些什麼想法 也都提提我身邊 年紀大的男人 年紀大的女人 或者是我的觀眾 如果你也有這些情況 我一方想清楚 少少少 好嗎? 但我不是 覺得這個世界沒有童話 但童話並不是那麼常見有 好了,我是Tony 想看這個事件的跟進 和我的見解 繼續去留意 還有,如果你想看我泰國的生活影片 和看一些更加地道的泰國資訊 都可以去訂閱我的頻道 我一定是你 下一部影片再見